張敬軒出NFT 就連黃家衛都出NFT 一開始不少人都覺得NFT是沒有價值 甚至有人覺得整個概念都是騙人的 但現在主流市場都似乎慢慢接受了NFT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有甚麼平台可以買NFT 用哪一個平台又會比較好呢? 大家好 我是Venas 如果大家喜歡看有關加密貨幣市場 又或者NFT遊戲影片 就記得Like這條影片 以及Subscribe這個Channel 現在市場上買NFT 除了在創作者本人的平台之外 主要分了兩類 包括DeFi的交易平台 好像是OpenSea 以及中心化交易所 好像Binance和Coinbase上的NFT平台 現在最多人用最大的NFT交易平台 就是OpenSea 單看交易額 OpenSea在10月份做了超過26億美元的交易 即202億港元 至少在平台上做過一次交易用戶的數量 亦突破了50萬 OpenSea上的作品分別建立在以太坊 Polygon和Clayton 但在以太坊上的作品佔最多 用戶需要有以太坊的錢包 以及準備一些ETH做交易貨幣 以及交易貨幣 在平台上買東西 轉讓 上架 取消上架 甚至取消出價 都要交易貨幣 用到的ETH 或者會比較多 如果資金少一些 又想加入NFT市場 賣自己的創作 又或者買幾張自己喜歡的藝術品 就可以考慮中心化交易所 現在Binance和FTX都推出自家的NFT交易平台 而Coinbase和火幣都即將推出自己的NFT平台 Coinbase開放了Waitlist 有興趣的話 都會去Sign Up得到Early Access的機會 現在Binance的NFT Marketplace 都有不少藝術家 又或者是遊戲卡通聯名的作品 放到平台上買 這個Marketplace可以用到BNB、BUSD和ETH去交易 但跟OpenSea一樣 交易時無可避免要收Gas fee 不過Binance Smart Chain的交易費 相對以太坊便宜很多很多很多 最後跟大家對比一下 中心化交易所的NFT市場 與DeFi的NFT市場相比有長長短處 首先 大型的虛擬貨幣交易所 Binance Coinbase用會有過千萬 如果平台可以把小部分的客戶群 轉化成NFT投資者 潛載客戶比起OpenSea的幾十萬人 就會多很多很多 另外這些交易所都有龐大的資金 可以做宣傳給一些優惠客人 而大型的平台 亦更容易可以找到大牌子 又或者勞牌公司合作 Mozcoinbase也宣布 會跟NBA合作推出NFT去吸引籃球迷 不過中心化交易所的缺點 一定就是監管 現在很難界定NFT是消費品還是金融產品 如果被監管機構界定為金融產品 就會有很多限制 無論是買賣、流通性 都會大打折扣 大家在投資買賣NFT時 就要多多注意以上的事項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LIKE這影片 以及Subscribe這頻道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